有一位不願手短蠶屍 他去跟這個仰祺防灰蠶屍說蠶 好久不能求悟 有一位叫做白雲守端的蠶屍 他就去找一位叫做陽旗方匯的蠶屍去學蠶 結果呢學了很久都不能夠開悟 老師也很作戒 要想幫他的忙掛屋 這個怎麼幫他呢 有一天 他就老師返回就問這個白雲守端 他說我聽說你的老師 過去掛屋的時候 是因為跌了一跤 他瞎悟了 阿蘇你是個季子 試一試什麼治癒啊 那這一位老師呢 也都非常之焦急 他因為也都很希望幫他的徒弟來開悟 他呢就是跟那個徒弟說了 他說有時候人家開悟都是因為跌了一下 就開悟了 那他就講了一首的解語 他就講了一首的解語 本人手動就說 我的老師當作顧橋的時候 跌了一跤 他悟倒了 所以那個治癒呢是 我又名著一口 就被陳老奉書 這個兒竟陳居廣神 照顧善喉萬多 那這個白雲首端就跟這個楊琦方蕙蕙詩說了 他說我的老師開悟的時候呢 他就是講了一句這樣的解語 我有明珠一果 狗被陳勞封鎖 今早陳盡光生 照破山河萬多 這一首句我們一看就懂了 這個民族就表示真性了 我有一個真性 叫無名煩惱 把他蒙蔽了 但是到今天我悟到了 陳去光神了 啊 能可以照顧 所謂光明普照了 這個計語呢 我們一看就明白了 我的真心就好像這個明珠一樣 很久都被這個陳埃 來蓋住了 現在這個陳埃被我掃乾淨了 自然這個真心本身的光芒 就盡量顯然能夠照破這個山河 這個省慧老師聽了以後啊 你就說個 很好不好都不要緊 她怎麼樣啊 她笑 用一個很乖的聲音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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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走了 这个留下来这个不容易手动 难道我也说错吗 好奇怪 这个老师杨其方卫禅师听了之后 他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一样 这个好或者这个不好 他只是做了一个怪的笑声 做完这个怪的笑声之后 他就走了去了 走了去的时候 这个学生白云首端禅师就说 为什么我的先生这样笑呢 所以这个波云收到 怀疑老师为什么笑得那样不好听呢 饭也吃不下 叫也睡不着 两三天后 终于忍耐不住 找这个老师去问他 你为什么要那样笑呢 老师比问的时候 他就 哎 但你这个人真是骂名其妙了 你都不如我们寺庙前面那个玩和巴西的人 那个玩和巴西的人呢 这样表演 那样表演 就是为了为了赢了 就是为了赢得我们大家哈哈一笑 但现在我跟你这么笑了一下 你饭也不吃 你叫也不睡 你看起来 你看起来你什么小型啊 你都不如玩和巴西的小丑啊 那这个百云首端禅师 在他老师走了之后呢 他心就想了 为什么我老师这样笑呢 是不是我说得不好呢 是不是有什么不妥呢 于是他心里面呢 一直都为了这件事情 非常之放不下 那回家呢 饭也吃不下 教也都睡不着 终于呢 等了两三日之后 他受不住了 他呢 就去找杨琪方会老师 就问他了 他说老师 请你告诉我 为什么我讲完这个计语 你要这么笑呢 笑得这么难听呢 那这个老师呢 就跟他说了 哎呀 你这个人真是没用啊 你看一下 我们住这个地方外面 那里有一个玩猴子戏的人 他一日到一刻 做这么辛苦 都是为了要博得 别人一笑 那我现在这样笑给你听 你竟然 都不自在 连饭又不吃 教又不睡 我看你 简直都没什么修行 连 外面那个玩猴子戏的小丑 你都拜余啊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这者相 把这许多 不实在的 潜流变化的 这个里面不究竟的 无人众生受的 把它无了 去了 还我一个真实的本来密码 那有一个 所以我们的正如自信 不离恐义 才能显现出来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仇者相 将这些一切 都要将它 没了 都要将它 空了去 这样 那才能够还给我自己 一个本来的面目 一个本性 我们才能够 看得到 这个般若的真意 这四句记啊 第十种四句记 在这个金刚经理 有不扣去 不扣说 非法 非非法 这个也说四句记 第三种我要讲的四句记 在这个金刚经里面的 就是 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这四句呢 也都可以算是 四句记 说到我们的 本来密码 正行 自信正如 这个东西 不可去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你才能体会的 讲到我们的本性 讲到我们的自信正如 一定是要 用这个不可取 不可说 非法 非非法 你才能够来到体会的 世间上 我也常这样讲 有时候是复发的东西 都不是复发 有时候不是复发的 所以 它是复发 世界上 很多事情 我们都可以这样讲 是复发的 并非复发 不是复发的 却是复发 我会议议的 我会议议的 谢谢观看